字幕提供 哦,OK 逐一件事先說 原來一天去三次廁所 即是早午晚餐,吃完就去廁所 其實都可以的 可以的 哦,剛才說過有些人一個星期 或者五天 有些人說我真的要喝涼茶 或者要吃什麼藥 因為以我所知有些朋友不喜歡吃蔬菜或者素菜 他們自然而然去廁所的廁所 會久一點才去到 一個星期都可以 其實我們叫做 如果習慣了一個星期 會不會影響胃口 我見到小朋友很難去廁所 會影響胃口嗎 有些人真的會 因為他除了一個星期之外 你剛才言論過的情況 他吃蔬菜不夠 他吸收食物纖維不夠 其實一個星期之後都去不清 他只不過是把大腸一部分排空 但大腸裡面可能積落 還有很多大便還未排出來 因為他成分纖維不夠 那種情況其實佔據了肚內的空間 肚內的空間 其實剛才說幾米長 我們腸不是拉直的 腸是繞在一起的 所以若果當大腸在裡面塞住很多東西的時候 剩下小腸、胃部 都少了空間可以去掌 對,撐住了 撐住了 撐住了,我們吃東西的胃口就會差 我聽到醫生說 吳醫生說 我們對大便要有規律 我們先說一件事 如果真的不喜歡吃蔬菜 但現在坊間還有很多薪製 很流行的 拍兩粒是軟的 我又可以維護自己的飲食習慣 亦可以補充足夠的纖維 是否可以有一樣的做法 其實這是我不建議的方法 因為坊間所謂尋常的補充劑 其實有幾類東西 一些是純粹是成物纖維 最常見是車前指植物提煉出來的東西 這些純粹是成物纖維 它們相對首先是無害 第二是有效 第三是太純粹 什麼是太純粹呢? 它真的是成物纖維 我們平時吃蔬菜 除了吸收纖維之外 媽媽小時候教我們吃蔬菜有營養 其實我們吃蔬菜 除了維他命 還有它裏面有不同的礦物質 各樣之外 越來我們現在知道 蔬菜之所以可以防癌有些抗氧化物 這些是我們無法靠任何人工合成 又或者提煉物去達到同樣的目的 所以這一類其實 你說沒有何處 不過相對好處就少了 即是沒有我們食材那麼好 另外吃軟那些 其實我強烈反對 有些人說是很天然的 西梅攝取物或者什麼 或者是草藥的攝取物都好 其實這一類很多時候是一些刺激性的物質 是刺激我們的大腸排便 吃的時候很有效 而且尤其是初幾次吃很舒服 很長快 但是大部分這些情況之下 會產生一個我們叫做習慣性 依賴性 它用來越用就越沒有效 要不就越用越多 要不就要轉其他不同種類材用 再強一點才能去到廁所 沒錯 其實只不過是一些天然的瀉藥 天然瀉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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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有一個依賴性 或者習慣之後 效果會喪失 沒錯 醫生 我再代表我們手機朋友問一問 這個問題就是 我真的不喜歡吃菜 我聽你說的時候 那些什麼瀉藥我就減了 有什麼代替品呢 還是天然一點 除了吃菜之外 是沒有的 是嗎 我吃肉 或者在餐桌上 除了菜之外 什麼都吃 有什麼可以跟菜差不多 又是有異曲同工 我想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水果 水果 其實有很多人不吃菜的原因 是可以很多樣化的 是 水果的味道會更多 有部分人不喜歡菜的味道 在水果上可以找適當選擇 第二當然就是用烹調的方法 其實是可以拿到部分的好處 例如不喜歡吃一條條菜 製作菜湯變成羅宋湯 又可以嗎 是 又或者他把菜打到爛了 攪在肉水一起 又可以嗎 或者做果汁 或者是吃菜含著肉的餃子 又可以嗎 這些方法可能都是我們可以想的 好看 好看